黄晓明自从和Angela Baby、杨颖离婚后一直埋头苦干拼事业 有人说为了扶持前妻 黄晓明把娱乐圈内的资源都给用光了 自己则沦落到了无戏可拍的尴尬局面 而Baby羽翼丰满之后却选择了离开黄晓明 为此很多网友替黄晓明感到遗憾和不值 但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下面就让小鱼来为大家申巴一下这背后的真实内幕吧 近日黄晓明因一起摸屯杀引起网友们热议 紧接着有关他的另一段绯闻恋情也随之浮出水面 只见黄晓明和一名长发女子并排行走在马路上 不过很快黄晓明做出了亲密举动 右手轻碰了对方的臀部 可见两人关系不一般 如此一来 有关和叶科的绯闻也就止步于此 很快有人就扒出了黄晓明这一次的新欢是女星赵士姐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本科班 说来也是黄晓明的校友学妹 同是圈内人 在一起的时候 自然有着很多的共同话题 恋情曝光后的黄晓明 丝毫没有畏惧摸屯流言 而是继续和新女友甜蜜接触 6月7日 八卦媒体再次拍到了 黄晓明约会赵士锦的画面 只见当日45岁的黄晓明 身穿黑色休闲套装 头戴鸭舌帽 口罩 把自己包裹得非常严实 如此装扮 自然是不希望被人认出 可奈何狗仔的能力 是超乎常人显现的 既然小明哥被狗仔盯上了 自然是无法躲避 镜头的跟踪 像比黄晓明的小心翼翼 赵士锦则要明显轻松大方许多 赵士锦身穿灰色吊带裙 把婀娜多姿的身材 展现得淋漓尽致 全程眉戴口罩 雪白的肌肤 搭配黑色的长发 简直是妥妥的女神 不过 很多有网友发现 黄晓明这一次找的女友 无论气质 颜值皆跟前妻 贝比的模样十分相似 也有的直接表示 他肯定特别爱养颖 而凑巧的是 无论是此前的绯闻女友叶柯 还是现在的赵士锦 都曾和贝比一起合影同框过 看来 小明哥的眼光和品味 一直没有变 贝比的颜值固然很高 但总体给人还是太瘦了 不过这位新欢赵士锦 别看他官方显示身高165厘米 体重44千克 但是有些地方 他却显得非常有料 看来 赵士锦平时没少健身和运动 不然 又岂能练就出如此完美的身材呢 在短时间内 黄晓明频频和赵士锦甜蜜约会 看来两人的恋情 目前正处于热恋期 只是赵士锦想要在这段感情中 开花结果 那么必须要维护好 和小海绵的关系 毕竟后妈这个角色历来不好当 这些年 黄晓明在娱乐圈的作品骤简 但以他的实力 大可以做起幕后投资工作 对于赵士锦来说 能够有幸和黄教主结缘 或许今后的演艺事业 将迎来更多的机会 至于两人的恋情能否长久 让我们拭目以待 然而6月8日晚 有网友偶遇baby 独自带着儿子出门逛街 小海绵看上去又长高了不少 一路上蹦蹦跳跳 非常可爱 引发网友关注 在网友晒出的照片中 baby身穿蓝白相间的上衣 和阔腿牛仔裤 戴着一顶棒球帽 脚踩一双运动鞋 身形轻瘦俏丽 露出的腰肢十分纤细 从背影来看完全就是女大学生 和儿子小海绵同框 就像是姐弟 小海绵则穿着红色短袖和牛仔裤 一路小跑着蹦蹦跳跳 跟上妈妈 十分活泼 难掩兴奋的心情 母子俩虽然没有牵手 但气氛非常和谐友爱 不得不说 小孩子都长得太快了 六岁的小海绵看上去 身高已经到妈妈的胸部位置了 说是猛场也不为过 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留言感叹 海绵长得好快都这么高了 据baby的粉丝透露 她即将飞往泰国录制节目 所以敢在前一天好好陪陪儿子 baby真的是个好妈妈 无论工作多么忙碌 总能看到她抽时间陪儿子 即便进组拍戏也会带上儿子 这一点真的无可挑剔 凭借多年的努力 黄晓明在娱乐圈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有人巴结她 只为了获得资源 或许当年杨颖就是看中了黄晓明这一点 所以才会二十岁就跟在黄晓明身边 众所周知 杨颖能有如今的成绩 离不开黄晓明的帮助 或许许多粉丝不承认 说杨颖是靠自己 没有靠过黄晓明 但是回头看 没有跟黄晓明在一起的杨颖 根本就是无人知晓的小透明 没有认识黄晓明前 杨颖只是香港的模特 还是不出名的模特 她的出场永远是跟着师姐熊带领 有熊带领带着参加一些活动和走秀 出道多年 杨颖一直都没有名气 直到跟黄晓明搭上线 杨颖的事业才开始有了好转 或许那时候的黄晓明也没想到 杨颖会跟自己在一起这么久 那时候的黄晓明年轻 有能力 有名气 有钱 有资源 杨颖为了黄晓明开心 会穿上制服 联合小姐妹给黄晓明过生日 两人在一起 黄晓明是说一不二 杨颖一句话都不敢反驳 杨颖的沉默和听话 让她获得了许多补偿 黄晓明带着她演戏 给她介绍资源 让她跟影帝同台大戏表演 但杨颖并不是演戏的料 不管影帝怎么教 她都没办法理解 表演的效果并不理想 虽说演技不行 但是黄晓明并没有减少给杨颖的资源 娱乐圈就是如此 即便是没演技 但是资本力捧 还是会有出头日 在黄晓明的不断帮助下 杨颖中是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被更多的人认识 紧接着 黄晓明与杨颖官宣恋情 搭着黄晓明女朋友的头衔 杨颖赚足了大众的关注 黄晓明官宣恋情时 就有了与杨颖一直走下去的打算 她着手准备求婚 婚礼 给了杨颖一场盛达的世纪婚礼 两人的婚礼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当天现场有上百位娱乐圈的明星到场祝贺 还有一些幕后的大佬 婚后 黄晓明与杨颖两人的感情令许多人羡慕 黄晓明也觉得自己很幸福 但不知从何时起 黄晓明成了杨颖的陪衬 伴随着杨颖参加综艺后 名气越来越大 她开始极力地撇清与黄晓明的关系 面对媒体 杨颖说 如今的所有都是靠自己 跟黄晓明没有关系 面对天价片仇 杨颖说自己 如今就是这个价 结婚有了孩子后 黄晓明对自己的事业有了明显的松懈 曾经的影帝 如今却成了油腻霸总的代表人物 当然 黄晓明也是有演技 抛开他的偶像剧霸总 其他的作品还是很不错的 或许是因为年纪到了 遇到了中年危机 黄晓明的身材发福 对身材和形象缺乏管理 他给人的形象不再好看 与光鲜亮丽打扮美艳的杨颖一对比 黄晓明成了陪衬 黄晓明的事业和名气下滑严重 杨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不知从何时起 黄晓明与杨颖两个人同框的次数越来越少 出席同一场活动 原本并排坐着的两人 如今位置分开而坐 黄晓明深情地看着杨颖 杨颖却目不斜视 只看前方很快 网上爆出黄晓明离婚的消息 事情越传越真 但双方都没有回应 直到2022年 黄晓明官宣离婚 他与杨颖的婚姻也画上了句号 离婚后 黄晓明与杨颖两人的境遇 再次发生改变 杨颖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的春晚主持 出演的作品陆续上映 有人说离婚的杨颖 依旧在娱乐圈有着一定的地位 算是破了靠黄晓明的传言 但仔细深巴 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杨颖的代言到期后 品牌方选择不续约 综艺节目加入新人 她在节目中的镜头越来越少 而她之所以能在电视台主持 是因为离婚官宣的时间 跟活动的时间太接近 临时换人已经来不及 离婚后的杨颖 在娱乐圈的尴尬地位陆续显现出来 她曾经引以为奥迪奥代言人 换成了迪丽热巴 曾经片约不断 与影帝合作 如今只能与新人演员合作 并且还要自己出资拍电视剧 不然就没戏可拍 曾经过生日 众多明星庆祝 如今过生日 一众的网红庆生 不可否认杨颖的事业 因为离婚有了明显的下降 但即便是下降 这些年积攒的名气还在 也没有落魄得很严重 依旧有话题度 反观离婚后的黄晓明 她的事业比离婚前要好很多 黄晓明减肥成功 又成了以前帅气的模样 身上不再有油腻感 她热心公益适应 疫情期间 默默地向疫情严重的地方捐送物资 她没有大肆宣扬 只是默默地捐送 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一些人身疤 在黄晓明的基金会那看到的 离婚后的黄晓明 不像杨颖一样没戏可拍 她的工作一个接一个 今年官宣加入极限挑战节目 原本以为黄晓明在节目中会放不开 或者是像以前在综艺中 因为霸总发言引起反感 但没想到 在节目中 黄晓明贡献了许多笑料 即便是后辈黄明浩拿她开玩笑 她也一笑而过 没有计较 离婚后 黄晓明出演的影视作品 出席的活动也多了起来 今年8月18日 黄晓明主演的电影 即将在电影院上映 黄晓明不仅担任剧中的主演 还是该电影的监制 离婚后的黄晓明将重心放到了工作上 偶尔被爆出花边新闻 说她谈了新的女朋友 有人说 黄晓明对杨颖念念不忘 找的女朋友都跟杨颖类似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 黄晓明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娱乐圈 黄晓明的人品一直都是过关的 她会在张小斐还没出名时 主动上前握手缓解她的尴尬 会在拍戏时照顾女演员 不让她们受伤 娱乐圈许多合作过的演员 对黄晓明都是称赞和夸奖 可见黄晓明的为人不错 如今的黄晓明感情事业双丰收 专心发展事业 我们一起期待她的新电影 给大家带来不一样惊喜